女人在赌桌上惊讶地发现 自己拿到了一副几乎必输的手牌 可奇怪的是 明明她的四六余场上的公牌 无法组成任何组合 凯特却像是送钱般直接下注十万美刀 更糟糕的是 坐在对面的富豪竟翻出了几乎最大的两张尖 不过凯特在心中默念一句裁员滚滚后 神奇的一幕发生 她的手牌竟变成了四七 凯特幸运地赢下了这场赌局 十万秒变一百万美刀 令人没想到的是 凯特接下来更是凭借过人的幸运把把必赢 仅仅不到半小时的功夫就狂懒了千万美刀 她今天似乎有着幸运女神的壁骨 此时只要点点小爱心 并在评论区留下裁员滚滚 凯特的好运必将降临在你的身上 同时保佑大家家庭美满和谐富贵 今日起行大运发大财 然而赌场内的异常 很快就被后台管理员发现 不过他们并不是因为凯特异常的幸运 而是监测到场内存在不明设备发出的信号 原来凯特并非独自一人在场上下主 而是由三人密谋已久的一场行动 她的男友拥有一只神奇的钢骨 只需要在腿上轻轻一敲 就能够看到对方手上的手牌 并且还可以通过投射出来的键盘 修改凯特手中的手牌数值 他们本以为这场行动进行的天衣无缝 可没想到就在这时 放哨的同伙看到了几个不好的身影 赌场的管理员竟来到了场内 于是他慌忙地出现在管理员眼前 为同伙拖延撤退的时间 此时的凯特对此还浑然不知 甚至还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没想到男友为了脱险 早已将神奇的钢骨丢掉 没有办法 现在只能祈求能够得到幸运女神的庇护 可糟糕的是 对方的手牌竟是几乎最大的两张K 与场上的公牌组成了几乎最大的队伍三张K 而凯特的手牌只是一张红桃8和红桃9 如果想要赢下这场赌局 除非开出概率几乎为零的红桃同花顺 尽管这一回合输掉似乎是板上钉钉 可凯特坚信 只要疯狂念出裁员滚滚就能得到幸运女神的庇护 于是在他一声声裁员滚滚下 神奇的一幕发生 随着何关将最后一张合牌翻出 近奇迹般地开出一张红桃7 与凯特的手牌组成了最大的红桃同花顺 然而就在这时 赌场管理员找到了那只神奇的钢骨 好在男友回过了神爱 立马带着凯特离开赌场